随着新赛季的五大联赛火热进行中 各大豪门球队也都向着新赛季的联赛冠军 还有欧冠冠军发起了冲击 而各大球星的发挥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点 其中发挥非常出色的球员 自然就是大家熟悉的新生代球员 姆巴佩哈兰德 贝林厄姆这一家身家过亿的球员了 而且随着他们新赛季发挥出色 本年度的金球奖也发生了一些不可小的变化 而金球奖相关媒体也发布了 可以说是金球奖评选前的最后一期金球奖排行榜了 第一位还是毫无悬念的梅西 依旧是绝对领先优势排在了第一位了 而且这次梅西的优势非常大 已经是1比1.1的超低赔率了 梅西世界杯冠军加世界杯金球奖 实在是含金量十足 所以梅西拿下本次金球奖是众望所归的 而第二位则是俱乐部的三冠王 上赛季打入52球的哈兰德勒 作为英超的第一球星拿到欧冠英超联赛杯的射手王 这也让哈兰德被很多人看好可以冲击金球奖 但哈兰德比较倒霉的遇到了世界杯年 就算他俱乐部层面荣誉满身 但无奈挪威国家队是连世界杯决赛圈都没有进入 在国家队层面上他是一片空白 加上最近在德布劳内受伤后 阿兰德持续低迷 三场比赛没有取得进球 也让哈兰德的金球奖可能性大幅度下滑了 从之前和梅西旗鼓相当到如今的差了五倍 反而是黄马新王贝林厄姆 凭借在黄马的西甲八场八球表现 他从之前的十名开外直接飙升到了如今的第三位 但需要知道的一点金球奖官方的投票已经是结束了 最终结果将会在下月公布 本年度的金球奖获得者越来越清晰了 但是在金球奖颁奖典礼前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因为这就是足球的魅力 不到最后一刻什么事情都是可以发生的 那么最终金球奖会花落谁家呢 这就让一家权威的机构公布了最新一期金球奖赔率 来为大家解除疑问吧 第一名还是他 球王梅西 他的赔率是1.1 不夸张的话 基本属于这家权威机构的官宣了 阿根廷队长看来要从梅老七变成梅老八了 继续刷新这项大惊的记录了 第二名当然还是哈兰德 但是他的赔率变成了5.5 这样的变化确实很大 帮助英超慢成豪夺对史三冠王 赛季攻入53球但是依旧很难抗衡 手握世界杯冠军的梅西 这就是至上的区别 另外在强强对话 当然就隐身欧冠半决赛 决赛与阿森纳英超的榜首之争等等 这就是他的致命缺点 法国足球杂志已经官宣表示 本年度的金球奖评选对球员个人发挥 是一个加分的重点项目 挪威前锋与全能性梅西对比两者的距离不是一凶半点 首座金球奖看来还得再等等 黄马1.5亿前锋维尼修斯这一回冲上了第三位 赔率是51 多少让人感到意外 足坛第一中场德布劳内下滑到了第四位 赔率同样是51 虽然两者属于赔太子读书的味道 但是他们赛季发挥出色的一个认可和肯定 第七位则是三位球员共享 他们分别是法国巴黎生阮曼队长姆巴佩 巴萨中场金多安和福将阿尔瓦雷斯 裴率是67 有趣的是法国队长率领高一卢雄姬 法国队斩获了世界杯亚军俱乐部的个人数据也很不错 但是排名一路下滑 多让人感到唏嘘了 普拉牙队长塞罗则在忙在沙特联赛的利亚的胜利逃金 所以他表示我很忙了 没有时间入选前十了 尽管这份名单值得入选者高兴 但外界并未过多的关注 名单中包括概率榜前十的球员 如梅西哈兰德德普劳内姆巴佩和维尼修斯等 以及本泽马和布努 他们的连续入选金球奖30人大名单 塞罗未能够入选 这也是一份有价值的名单 尽管投票在候选大名单公布这一刻才正式开始 但外界普遍认为 梅西将获得今年的金球奖 关于本年度的金球奖获奖人选 大家其实心里面还是非常明确的 那就是世界杯夺冠的梅西 很有可能拿到这个奖项 但毕竟最终的颁奖典礼还没有开始 关于金球奖排行榜也是每一期都在更新 这一次欧洲媒体也公布了新一期的金球奖排行榜 其中梅西在美之联拿到了自己生涯的第44座冠军 成为了世界足球足坛冠军次数最多的球员 也先让梅西继续在金球奖排行榜上保持绝对的领先优势 梅西的拿奖概率也直接提升到了1比1.1 可以说外界是几乎完全看好梅西拿到自己生涯第8座金球奖了 所以才会给出如此低的概率 而第二位的哈兰德拿到金球奖的概率也是来到了1比7.6 不是哈兰德不够强大 还是这个赛季的梅西实在是无解 在拿到了世界杯冠军加上罚甲冠军 每日联联盟杯冠军后 梅西的团队荣誉还有个人荣誉都是顶尖存在 哈兰德就算是俱乐部的三冠王 加上单赛季52球9助攻也很难继续撼动 梅西拿到金球奖的结果了 而让人比较意外的是 塞罗凭借在阿拉冠的出色发挥 也进入到了金球奖前十评选中 塞罗排在了第8位 这样算是对这位昔日超级巨星的一种鼓励了 塞罗在去年经历了曼联闹剧之后 已经很久没有进入到过金球奖的评选前十了 而大家比较关注的姆巴佩则是在排行榜上大幅度下滑 从世界杯结束后的第2位直接掉落到了第3位 并且外界对他拿到金球奖概率仅仅是给到了1比50 这基本是和金球奖值结束再见了 看来梅西距离拿到自己生涯第8座金球奖是越来越近了 新一期金球奖赔率已经出炉 令人瞩目的金球奖后选人们正在浮出水面 而领跑的选手非梅西莫属 他的赔率仅为1.1 被誉为金球金球奖的热门人选 令人意外的是 尽管梅西已经越深美之连 远离欧洲五大联赛 但他仍然是权威机构认可的 最有可能夺的个人第8座金球奖的球员 而站在梅西之后的哈兰德 面临一定的困境 他的赔率为7.6 相较于梅西的低赔率 哈兰德距离金球奖的距离显然较远 这主要归因与哈兰德 在关键比赛中表现不佳 无法像梅西那样在世界杯中表现出色 姆巴佩去年的表现实际上 应该让他排在第三位 但他的赔率为51 略低于维尼修斯 这也演发了球迷们的不满 因为姆巴佩在世界杯的 俱乐部赛事中都有出色的表现 而本则嘛 排名第五赔率为70 虽然在上赛季表现出色 但因年龄等因素而不占据优势 德布劳内赔率95 本来应该是一个有望 征服五大联赛的球技 但因伤病和其他的因素 他在关键比赛中的表现并不理想 因此哈兰德成为曼城队的头号球员 而不是德布劳内 推药 提供